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8月6日 今天是星期二 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繼續 單人廣播 今天有幾節是聯合廣播 有我跟Tony一起做節目 今天繼續來到農曆年 農曆七月 七月初三 繼續來到農曆年 繼續鬼影中中 繼續說鬼故 要繼續說江文慧 雖然已經在聯合廣播 說了兩節 這一節要集中說江文慧 的政治漩渦風波 對藍絲 構成 是重大影響的 他們現在開始是深方 以及是亂作一團 因為 在過去兩三年的時間 似乎是迎來了 香港 的 所謂黃絲 就是我 喜歡比較叫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有部分 其實未必符合的 迎來一大群香港的民主派 和反對派 是繼續就著江文慧 的事件是發酵的 即是說 過去了五年 香港的建制派 藍絲還有政府覺得香港原本的反對者聲音 明明應該是全部被消滅了 剩下 很多可能是 不出聲 信聞 甚至乎好像李家超所說 要對國家 是有認同的 所以回到深圳消費 這個就是他們 最理想的 說法來的 現在 江文慧的事件 今屆奧運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正當 香港政府想說這個劇本 沒有人關心政治了 藍王沒有人再分 每個人都變成了信民的時候 結果 是大量的人 原來是沒有這樣的打算 好像某些政治的分析所說 說香港人仍然是深深不焚 這件事有好幾個原因 其實 當然香港人經歷了 高興階段 興賀階段 再經歷了懷疑炒車階段 再去到幾乎確認肯定是炒車 好了 我們說炒車 當然是集中說如果你真是 是民主派 真是反對派 如果你暗底本身就是藍絲 當然 就不是叫炒車的 可能叫做是死撐 其實因為很簡單而已 只要是藍絲 我支持香港 中國香港運動員 還要拿金牌有甚麼問題 其實就是現在大量 力挺 是江文慧的人 主要的論點 即是徹底是藍絲的論點 藍絲很簡單 藍絲當然 不會反對所謂中國香港隊 所以中國香港隊贏了 當然是覺得 沒有任何的理由去挑戰這個結果 也沒有任何的質疑 哪怕 那個人藍到黑 藍到黑就是手足嘛 不過是藍手足 所以 這件事的分界線 其實越來越清楚了 包括香港的藍媒 香港的官媒 香港 不少 藍絲群組 包括 救救香港群組 Save Hong Kong 民建聯 行政會議召集人 葉劉淑儀 還有前特首梁振英 都加入 力挺江文慧的行列 即是計算最早 這個保安局局長出來肯定江文慧 肯定江文慧有份 是參與保安局的工作的 這件事其實已經清楚到不能夠再清楚了 除了一心是藍底人之外 基本上是不會有懸念的 如果你真是反對派和民主派 你應該飛撲出來 就算是錯了 也應該立即割席 就算我當江文慧打劍擊真的很厲害 實之名歸 也好 我仍然是絕對不會祝賀一個這樣的人 本身 中國香港隊的任何成績 坦白說 我不覺得你跟香港人有關係 反而有特殊的情況 我會支持運動員 就是很明顯 運動員受到藍絲的攻擊 例如上一屆 被人說是港獨暴徒 這些時候我們不用說的 一定是全力支持這個運動員 所以其實這個原則 和道理 應該很清楚 應該不會有任何 混淆的 這一節我們繼續分析 是藍色陣營的這一邊的情況 原本 藍色陣營這一邊 多數的藍絲 就是覺得現在 太好了 沒人再分在黃藍 所謂的社會是回復平靜 他們以為 可以 是將他們的惡行 暴行一不勾銷 正當他們以為 很多香港人回到大陸消費 中港一家親 不過我教清楚 在香港的人 其實對 中國大陸的普通 人民其實是 不應該有甚麼仇恨的 除非擺明居馬 那些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 事實上我覺得那麼多香港人 是出外消費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為 仍然記得是不想在香港 是益這些藍絲商家的 當然啦 包括了移民潮 包括了經濟不景 全部都是因素 藍絲 忽然之間發現 竟然一件 金牌 江文慧事件會發酵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又變成了所謂的軟對抗 但是總不能夠 拘捕所有 不支持 江文慧的人 因為現在的討論 是說 是對他的 支持和祝賀收回而已 如果 對 運動員不支持 都可以被人說 是犯國安法的話 其實這件事對於藍陣營來說 絕對是一件 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就算 曾經支持政府 又或者持續到現在仍然支持 香港政府還有北京的人 都不能夠接受 我不支持某個運動員 就要 被歸類 做反對派 我可以有 一千個原因 不喜歡江文慧的 就算我現在是藍絲 我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香港警察 都仍然可以 因為我不喜歡江文慧 我不喜歡她的樣子 不喜歡去彭牙 我為我仍然有權 不喜歡江文慧 為什麼現在變成了 我非要支持江文慧不可 如果 拿了牌我就要支持 那我就沒有空 你還要定義 什麼時候代表香港 那些比賽 什麼時候叫做重要 什麼時候叫做不重要 還要說輸贏 贏輸也要支持 整件事是不是很反制 連藍絲也難以接受 其實 以前的藍絲還覺得 我自己有得選的 民建聯也還要派蛇齋餅種 給我才決定 投不投票 給民建聯 好了 現在如果你是藍絲 我連最後的選擇都沒有 本來我還可以 選工聯會 或者選民建聯 或者不投票 你現在跟我說 不投 就不是愛國者 要拉要鎖 其實是藍絲也不接受 內何就很好笑 有不少 被藍底的人忽然之間 又徹底暴露 所以為甚麼有個字眼叫積極分子 就是因為其實根本香港原本的藍絲也不會那麼積極 但是有一班人 永遠要很心急 要徹底歸邊 所以 就會出現了 這樣的情況 就是藍絲也不急 他比藍絲更加心急 還要說自己 不是藍絲的人 就會這樣運作 有很多人說分析這次黃圈 所謂黃圈 我也是那句 我不喜歡這個字眼 我喜歡 跟 爭取民主自由人的一同一陣線 我覺得 顏色的確 標籤 定義太薄弱 因為其實我也認識不少的朋友 他 可能真是 純粹表態 在我眼中 不是說你支持過遊行 就叫做黃絲 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即是說那個是你的信仰來的 是你的價值觀 你是會做出行為 而不是說我支持 而是你會做出行為 包括可能要付出一些代價 你也不惜 去捍衛那件事 這樣叫做價值觀 有不少的說法 就說這個 反對派和民主派陷入分裂 其實我看不到有分裂 只是看到有部分人 由於不小心所以炒車 大部分 都願意接受自己 是錯誤 反而覺得 藍絲陣營 陷入的困境更加嚴重 因為他們現在是被強迫 必須 強制 一定要 支持江文慧 如果不支持 就會被列入 反對派的圈子 對於 普通看奧運的藍絲來說 我看奧運還是看奧運而已 我沒有說一定要幫你打氣 我可以基於很多原因 不喜歡你就不喜歡你的 其實藍絲的說法一向都是這樣的 他可以基於 每一樣的道理是你對 2019年他辯論變你不贏了 他仍然說我不喜歡你 我不支持 這個就是向來 香港大量的藍絲市民 的說法來的 總之我就不支持了 我已經聽過無數次了 就是因為每次辯論 藍絲都辯輸 然後到最後就是 總之我不支持示威了 不用再說了 最好笑的是甚麼 有些人就說 現在叫做攻擊 江文慧 但是最好笑的是 其實現在 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盛讚江文慧的愛國立場 即是說整篇江文慧的 碩士論文 是出自江文慧自己的手 是沒有人 故意幫他作篇文 來幫他道金的 是不是很好笑 下一樣江文慧自己承認有發生的事情 竟然 集體欺凌江文慧 這文章 是江文慧自己寫的 即是已經有一群人 本末倒置到是違反最基本的邏輯 可能江文慧很想北京知道他紅底 是不是 葉劉淑儀說很噁心 江文慧 他見你我就覺得噁心了 如果江文慧真的夠紅底 不用跟你打招呼 是不是好很多呀 我覺得他要見你做噁心 這次事件 我反而覺得是大量的建制派 大量的藍絲群組 他們才好像有失控的現象 他們接受不了 他們以為 已經 是戰勝了大量的香港人 他們忽然之間 發現自己 原來是錯誤的 香港人就算 真的被困在香港 仍然 可以對任何政府 支持的東西 全部說不 總之你說甚麼都不要緊 我全部都不支持 你叫我留港消費 我第一時間把所有錢 存在去日本旅行 就是那麼簡單 所以其實真的 甚麼都不用說 你很想我 和你偏偏起舞 支持江文慧 不好意思 一定是不行 好我們今節 和大家 也是 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空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好我們今節 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可以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我們可以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我們可以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